陆小白 从现在起 你身为二等家丁 负责管理小姐的练功房 什么二等家丁啊 不还是个打杂的吗 看什么 没什么 走啊 陪我练练 不练 不练不练 不练 不练就让你去打扫某房 好 我练 先收好 不准打脸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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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疼 疼 断了 断了 疼 疼 疼 身短了 小姐 夫人挑的这件衣服真好看 我能不能不去啊 当然不行 今天三姑百寿业 听说来了不少青年才俊呢 所以夫人一再叮嘱 小姐必须去 这沈阳王力气真大 这沈阳王力气真大 你看 看什么看 回来接着练功 错觉 一定是错觉 嗯 想什么呢 没什么 没什么就是有什么 我看的 你这是在思春呢 我没有 菁业不容易啊 不但要操心衙门里的事 还得操心沈家 那沈家那么大的产业 都是她帮着她娘在维持着 你看她表面上 那么刚硬的性格 其实啊 她也只是个女孩子 她也爱美爱漂亮 她也需要有人呵护 她确实很漂亮 还说你不是在思春 滚 哎呦呦呦呦 臭小子 说好一起练功 结果自己跑去查案 太欺负人了 我为什么会想到 和她一起去练功呢 难 难道 别偷懒啊 呦 小香香 干嘛 躲在那偷看本大爷美貌啊 我呸 小姐 让我来监督你干活 这练功房 有什么活儿好干的 问你个事儿 嗯 你家小姐经常跟人比武教来吗 没有啊 你是第一个 我是第一个 真的假的 对啊 对啊 豹哥 你怎么来了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陆兄 陆兄 你 陆兄 快快请起 你 你想 万不得已 万不得已什么 我实在抱歉 实在抱歉 大人 这样的我 你们喜欢吗 喜欢 喜欢什么 不 今天天气不错 确实 天气这么阴 来来来 赶紧披上 别着凉了 谢谢大人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问他 陆兄 比破案之道 颇有心得 所以 我派人将他请过来了 你放屁 请什么请啊 明明是扛 哎 结果都一样嘛 还望陆兄 失以援手 陆小白 你要是找不到线索 加法就算了 走吧 一个时辰前 陆过的老伯 发现这名女子尸体 是 死因是后背 被戾气所伤 现场没有找到凶器 所以我刚才潜入水底 可惜也一无所阔 年约二十 衣衫完整 面容焦好 排出奸杀 身上没有抵抗伤 应该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死的 根据我刚才看伤口的深度和形状 凶器应该是一把长约六寸的短刃 因为连续刺辱用力不均 导致伤口参差不齐 杀人还要打脸 看来凶手极其仇恨死者 死者的鞋子呢 发现尸体的时候鞋子已经不见了 鞋子应该被凶手拿走了 有没有可能是预谋作案 怎么样 发现什么线索了 来 无药 还有甘草 根据尸体和现场的情况来看 案发经过 应该是这样的 啊 你这 这 剑云 剑云 呃 呃 如果是畜谋作案 那凶手不可能带着这些药材 很明显啊 这是一起临时起义 凶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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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红色凶化线 我娘子的鞋呢 你再仔细看看 她身上还少了什么 二环 我娘子上个月生成的时候 我送了一顿银色二环 她每天出门都会带着的 看来是鞋子和二环 让凶手动了杀心 凶手从药铺里面出来之后 一路尾随死者到这儿 然后痛下杀手 所以你们可以去询问一下 附近药铺的人 凶手不是买药的人 就是药铺的人 对了 凶手是一个恐无有力的男子 你们要小心 案子都清楚了吧 去查 是 跟我走 小心啊 好 陆兄果然思维缜密 智慧过人哪 大家都这么说 陆小白 你谦虚点会死啊 会 你说我帮你破了这么多案 是不是该给我点奖励 你想要什么奖励 嗯 哎呦 就是吧 最近我这个腰也酸 腿也痛 胳膊也累了 如果呢 有个人能帮我按一下 就更好了 嗯 嗯 那不如来个 全是按摩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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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mostly 江水城的匹风 真丑 上面还有一个蝴蝶图啊 变态 我是说 今天女士案的凶手是个变态 这个图案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蝴蝶 蝴蝶 正熟悉 肯定在哪儿见过 小白 你 你想吓死我了 是你自己神神叨叨的才没看见我 好 那我原谅你 等等 这是谁的衣服 是江大人的衣服啊 小姐让我拿去洗的 江大人 我看看 图案呢 什么图案 上面的蝴蝶图案 这哪有什么蝴蝶图案呢 我想起来了 鹿小白 来 换我衣服啊 江首尘有危险 江大人有什么危险 答案就在这衣服里 你传他回来的时候 上面有个蝴蝶图案 现在他消失了 消失的蝴蝶图案 对 那和江大人有什么关系 四个月前 我在莲州城送货的时候 听说了一起 离奇命案 昨天晚上 咱们莲州第一美男 陈相公突然暴毙 不会吧 骗你作甚啊 听说发现尸体的时候 浑身是伤痕累累 身上没有一件衣服 那么惨啊 那凶手抓到了吗 没有 不过据陈家人说啊 陈相公暴毙的前一天 衣服上莫名出现 老蝴蝶的图案 然后消失了 之后啊 陈相公就暴毙了 蛤 莫不是蝴蝶杀人 可不是嘛 荒谬 蝴蝶怎么可能杀人 蝴蝶当然不能杀人了 杀人的 是画蝴蝶图案的人 我想 他应该是用了一种 特殊的染料 选定目标 然后在目标身上 画蝴蝶图案 之后图案会渐渐消失 在目标被杀死之后 人们自然会联想到 那个消失的图案 怀疑是 蝴蝶杀人 那为什么选中江大人 本钱呢 莲蝶图案的死者 是个美男子 让这个江守臣 也勉强算是吧 江守臣也勉强算是吧 所以这就是凶手 选择他的原因 谁 来 为什么非得是我 你找别人不行 废话突然是你发现的 不找你找谁 你当然要烂了 那个 有你 什么东西啊 羊皮袋 里面装了热水 从哪儿弄的 你先拿着 家里找的羊皮 找时间缝了一个 我不冷 你自己拿着吧 夜里寒气重 今天你又下了水 被风一吹感冒了怎么办 感冒了是不是要吃药 吃药是不是又得我来买药剑 我走 怎么还不出来啊 怎么还不出来啊 干什么呀 陆小白你别的 挺挺挺挺挺挺 怎么了我干什么了 蓝蓝 欲望 嗯 嗯 嗯 进来 这么快就打完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对江大人下手 前方我入狱 正是败他所赐 我看不止这样吧 之前又是美男子 又是迷烟的 而且死者还光着身子 我看 你就是想糟蹋江手辰 被你拆穿了 瞧你这小身段 小脸蛋的 长得呀 可真俊俏 你呀 叫什么名字 你别在这儿恶心我 你这个变态才华贼 女人生花 男人 是果 有时候呀 这果子 更甜 我 原来如此 多亏了你和陆兄 否则江某 明杰不保啊 不仅是明杰 还有谢明 对对对 救命之恩 江某 莫吃能了 江大人 不必客气 不 此乃大恩 江某 一定会好好感谢 你和陆兄的 叫什么 凶手说 他是因为江大人住的狱 江大人可有影响 江某围观的这几年 抓获的犯人不少 哎呀 实在难以分辨 可惜被他逃了 凶手受了伤肯定会躲起来 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样貌 发布宣赏令 对 就按陆兄说得那么办 嗯 你是不是喜欢江守柴 对啊 江大人 温文尔雅 平易近人 我们信州城百姓都喜欢他 我不喜欢 从明天起 你必须喜欢 我们俩口味要一致 不可能 我喜欢老你喜欢吗 我喜欢钱你喜欢吗 我喜欢辣你喜欢吗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你的辣子鸡 我亲爱的小辣椒呢 我的灵魂没了 为什么不给我 心爱的小辣椒 又是你 嗯 你又要干什么 我还没吃饭 我还没吃饭 陆兄是个人才啊 我已经跟军业商量过了 将你戒掉至衙门 做我的幕僚 我 那么 你 近年来 衙门积压的旧案 悬案颇短 还问陆兄不另指点 沈君也把我卖给你了呗 怎么能叫卖呢 叫借 我会给你报仇的呀 我不答应 难道你嫌俸禄太少 这不是钱的问题 陆兄不是醉在一起 谁说的 我这叫 一仆不是二主 一心不能二用 生是沈君业的人 死是沈君业的尸体 好 好一个蒸蒸铁骨路小白啊 本官 受教 那就告辞 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不要太感动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一 帮衙门做事 二 去打扫茅厕 那我就选 一 算你识相 陆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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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别睡了 陆兄 陆兄 你干嘛呀 陆兄陆兄的 你是流氓吗 能不能矜持一点 克制一点 那我以后叫你小白 怎么样 随便你 小白 为了报答君业的救命之恩 我决定 和他一同去看日出 你觉得怎么样 是 江大人 我们又可以一起看日出了 对啊 算起来 应该是第三次了吧 哦 对 let me know 谁 来 来 来 公子 来 三次 什么时候的事情 不对 大中午的去寒山 岂不是要在那里过夜 这个新疆的举心破测 不对不对 过夜 肩负 淫妇 你错了 一个未娶一个未嫁 怎么能叫肩负淫妇呢 一般这种情况来说 应该叫 两情相悦 我呸 这叫世人共愤 伤风败俗 我 你敢这么说吗 老大 我看你 关键时刻 还是你阿宝最讲义气 来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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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快点 快点 左边 不对 右边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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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太有趣了 你好可爱啊 我小嬷嬷 我小嬷嬷 洗净看什么 不要乱动嘛 她害羞 还会缩回去 好有意思 你抓住她的头 她就缩不回去了 真的吗 那我试试看 我抓住了 我抓住了 可是 会不会弄痛她呀 没关系 怕这女动 可我顶不住了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你们 你们干嘛呢 小白 你也是来看日出的吗 我看个屁的日出 那什么玩意儿 日出啊 日出 这是龟 对啊 所以你们刚才 在玩龟 不然呢 小白 你怎么了 爱牵刀地取的名字 我 日出 日出 你不觉得这个名字 非常地有内涵吗 你啊 就是尝识不足 败事有余 年轻人火气盛 没事 我去看她 你们继续 我们继续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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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 我有话跟你说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万千 这 谈钱多伤感情啊 是不是 我问你 你跟君业 出得怎么样 关你屁事 你 现在身在神府 要好好把握住机会 增加跟君业的感情 你的意思是 这个 试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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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叔 原来你一有心两苦 对不起 是我一直误会你了 嗯 加油 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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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以后的幸福 可就靠你了 什么你的幸福 不是我和军业的幸福吗 对呀 你看 你娶军业 对 我 娶他娘 娶他欢喜 沈 沈 沈军业他娘 你喜欢沈夫人 对呀 我没跟你说过吗 没有啊 没说过呀 我呢 故意安排你卖身沈府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你接近军业 取得他的信任 然后呢 促成我和他娘的好事 小白 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 吓死你这个老骚鬼 九叔 你的脸怎么了 没事 上山不小心摔了一下 小白 你这个也是摔的 老王八蛋摔倒压倒我了 江大人 时候也不早了 你和九叔先回去吧 军业 你 你不回去吗 我想留下来 看明天的日出 没事 我陪你看 其实吧 江大人 其实啊 早上寒气特别地重 你看啊 你身子骨弱 容易生病 这样 我陪你看日落 这段日落特别好看 九叔 走走走 军业 军业 走走走 我跟你看什么日落呀 九叔慢走 江大人慢走 听说 海山上的日出很美 你想和我一起去看吗 我想 你